今天我們在信德 金屋藏嬌這個詞大家就聽得多了 但是這個金屋又是指哪棟大屋呢? 今天我們就過來信德 看看這個金屋藏嬌的這座金樓 我們今天要來的地方就是信德的碧江金樓 這座金樓就位於佛山市順德區北教的碧江 它屬於明清時期的建築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 這座金樓是順德碧江名門望族蘇士藏書樓 它精美的木雕裝修享譽海內外 現在我們在這裏看到的這些傢俬和雕刻 可以說得上是當時的代表作 金樓裏還有前花園和後花園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有一部份都是後期收幅的 來到這裏我們可以體驗一下以前豬三角有錢人家的生活是怎樣的 更可以認識到嶺南文化在建築藝術上的成就 好客牆 好客牆是我們嶺南建築中比較特別的建築工藝 因為我們豬三角比較盛產好 老百姓就用浩殼來砌牆 浩殼長有防火、防蟲和隔音的功效 金樓的原名叫做富賀樓 我聽到隔壁有遊客把上面的兩個字讀成賀賊 相傳當年慈禧的契女 法務大陳大紅池的女兒就隔壁蘇家 蘇家的大少將她安排在金樓中陪她讀書 天天有美人陪伴 後來有了金屋藏嬌的佳華 聽聞這裏的字畫都是出自於當時的名師 讓我們來仔細欣賞一下她的金色木雕 音樂 圖伴 這些木雕仔細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木雕上面有大千世界 花鳥如蟲各種植物應有盡有 雕蝦出來的動物神體生動 非常逼真 植物看起來許許如生 這裡的導遊介紹說 單單是這裡的木雕已經價值連成 在門口有一座仿古竅 碧江金樓的門票是15元 看到這麼精美的木雕 覺得這張門票15元很值 在順德 鹹牛魚大家就吃得多了 但甜的牛魚你們有吃過嗎 今天我要去吃一碗甜牛魚雙皮奶 金榜這裡之前有介紹過 雖然是同樣地方吃奶一條街 但今天我們去的地方不同 奶黃就是我朋友的店 稍後回來他的檔口 拿些他產品的樣板 退去備酒樓 如果是平日這條街的人流 也不是很多 最出名的金榜寬記牛魚 人都沒有那麼多 我們就順著這條街 一直向前走 我們今天要去的這間店 一般很少遊客可以找得到 因為他和金榜最旺的那條街 還要隔一段距離 要穿過這些舊的住宅 一直向前走 很多遊客會覺得 前面沒有東西到 不要走 但前面就有這間 魚種不同牛魚店 總之在金榜街 向前一直走就沒有錯 這裡的建築 很多都很舊 這邊還有很多檔 就是這間與眾不同的牛魚店 老闆說他們在這裡做了四十多年 房子是他們自己的 他們家裡四代人 一直都是做牛魚的 下面是檔口 他們就住在上面 場上掛著他們四代人的介紹 好甜的牛魚 雙皮 拿一個和泰極薑藏奶 一個 好的 泰極黃色的是薑 另一件是朱古力味 朱古力 你也要放進去 因為它越放越硬 不好吃 哦 你放很多下位 不是很多 你爭出來有多 你爭出來有多 薑就是這樣 好甜的 朱古力味的也要放嗎 當然要放 不是盡情煮 哦 即是都是薑味的 只不過是朱古力味 是的 好吃 180度 是品牌的 一一下 跟著み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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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一會兒 一會兒 食物 一會兒 一會兒 陪伴 一會兒 一會兒 薑是小黄薑 這是甜牛乳雙皮奶 太極薑壯奶 太極薑壯奶 甜牛乳雙皮奶 甜牛乳雙皮奶真的好吃 在信德食奶製品 加加味道不差 只能說哪間更特別哪間更好吃 這裏的甜牛乳雙皮奶真的魚種不同 有機會來信德金榜街 一定要來這裏嘗嘗甜牛乳雙皮奶 然後回來朋友檔口這裏 嘗嘗兩個產品 信德牛乳餅 信德軟芯奶 聲稱為信德芯耳 這裏廚師是沒有薑汁的 這裏是什麼? 鹹鹹的 牛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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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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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不愧為美食天堂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